你看 佛来佛去 多少人修佛呢? 连是书也不行了 不要说五界 六界 十界 八界 什么界都没有 为了保护这个身体 什么都做了 为了环境弊 什么都做了 为了社会压力 什么都做了 大家都没有互相帮忙 都是互相妨害而已 很可惜这样 社会的关系 很小 有人自己反省的 很小 要有人领导 要有人提醒他们 也是很可怜 我讲过了 我什么人都可怜 最大的犯人也很可怜他们 情况弊的 不是吃东西不好 就变这样子也会 吃肉 吃肉 吃酒 那些 人家神经都坏掉了 然后乱捉 然后还毒瓶 我们本来好好的人 连吃的是书也被伤害的 不要书 没别的 什么东西又放什么 那种四斤的东西里面 洋葱 大蒜那些 让我们就生气出来 不是色情启动出来 这什么都伤害了 这个世界真的是 如果你们不小心什么 碰到什么都不行 好可怜 没有什么人的 罪恶的 除了他神经被弄坏 不过神经弄坏也是因为 不晓得色情暴力的那个榜样 还有不好的东西 酒 烟 毒品等等 就给他不好了 然后也许父母这样子转下去 不好的种子 OK 不是被情关闭的 是为好朋友 坏朋友拉拢 真是可怜 师父哭不完 就最少他醒过来 不杀 不偷 不做坏事 那社会已经会越来越好 然后安静的 平安的才能够想 也许还有更好的东西 也许可以到佛图 也许有佛图 也许有天堂 那我是看看 他平安的时候 世界和平的时候 他才多有时间思想 考虑 因为他每天忙要赚钱 或是要争夺 不然的话 他自己也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 他自己也不能照顾自己家人 他怎么能想到什么佛图 在古天堂连听也听不到 听也听不进去 听懂吗 所以真的可怜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